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的吗 对对对 然后她就说有没有兴趣 去拍东西 然后旁边也是有那种私教 然后过来说 经常健身吗 问我 你经常来健身吧 可怕 要不要在我们这边办张卡 好像离你们剧场很近的样子 还知道你剧场 我们剧场在附近很有名的 她越是这么说 我就越不可能会在那家店里做什么 你想想看外面都透明的 我在那里健身 启亚铃呢 今天有很多粉丝在门口饭拍 赵月健身房上班饭拍 还有非常性感的照片 还要克胸 我跟你说 人家听口袋48她是看不见你们的动作的 她们只听到你们一直在 不要你们在干什么东西 拉屎了 说到拉屎 想到我们人发的麦都像丝花了 在群里面发现什么 所以我们金矿好像都没什么 太什么的东西 金矿就是抢东西嘛 因为双十一快到了嘛 对 别人发了一根微博上面那个什么 那个照片 双十一前牵手观音 双十一后没有手的雕像 多手 今天我们好像也有成员是去那个 双十一活动的 对啊 有个晚会 比如说我 什么鬼 没有我们在早上录的吧 剪掉剪掉 好像是晚上录的吧 剪掉剪掉 怎么下去了 比如说是我 把刚刚双十一那一段广告剪掉就可以了 就没事好 没事播出去待就不 对啊 所以这一个月好像最近发生就风上吧 对啊 超级好啊我觉得 其实我会分身吧 完美展现自己的身材 嗯 但是由于我比较严肃 就是我去看了很多微蜜的那些超模 他们都是板着脸的呀 没有啊 有的还很开心 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很学一样 我看的那些都是 那我看的那个是什么 你看的微蜜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都是就很高大上的那种脸 我看的微蜜都是很愉快 都是那种走的都是带飘的 而且我的穿很黏黏屁屁 突然间上场 突然间上场 突然间上场是谁呢 然后把头头一拿下来 哇 云集 云集 云集是什么东西 云子啊 带口音云集啊 之前照月经常这么叫 云集 最近除了这个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但是最近 乱扔垃圾 没事就暂时没地方放了 再吃蜜枣 那那个 其实我有个特别想说的话题 虽然我怕时间不够 恐怖片 对啊 我特别想说恐怖片最近 说啊 因为云子是这样子的 昨天昨天 他就想跟我说了 但是昨天你不在嘛 然后我就觉得 对我害怕 我怕我听的会怎么样 然后就说你明天 我们要录那个口袋的时候 你再说吧 然后云子说好 所以现在就给云子说一下 我就是昨天嘛 昨天 昨天问言不是出去了一下嘛 然后我昨天吃完饭 我感觉身体好沉重哦 就好晕好晕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当时是不想睡觉的 就好晕好晕 然后我就躺在床上 就不知不觉的睡着 因为手机还是拿着的 在这里插播一个 如果在床上面躺过 超过20小时的话 会死吗 会头晕的哟 怎么会 所以说趁明 明景你昨天躺在床上 一天吧 没有 中午的时候 他明明躺了三四天 四十八再加四十八 对于多小来讲 然后你今天说你的鬼不是 然后我就开始做梦 但梦 梦境是在我们的宿舍房间里面的 梦境是在我们的宿舍房间里面的 然后就梦境当时问言还是在 然后我很害怕嘛 我就因为我看了镜子 他有个手在动 但不是我的手 就是一直在动那个 你是看着镜子吗 还是 对我就看着镜子 他动的是那个衣架 他拿着衣架在那里甩呀 然后我就 你不要碰我 我全身都别动起来 他还不断扯我一脚就是 你说就说 你不用就是摸我的 有点好奇 后面的发展 我一直在摸 你别摸我 你摸照片 他好像不怕不好玩 名指给我问哪 然后就是 我就把文言叫过来说 文言你看 有个手在那里晃啊 文言说没有啊 没看到有手 我是做梦 梦境场景是我们的宿舍 对 就平时你对着那个镜子 跳舞的那个位置 对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呢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画面 就是 就是那个鬼在那里 翘嘛 就是 就像种啊 然后我就 女的吗 是女的 然后我就 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 怎么样我就 突然间 对着那鬼大喊你知道吗 我就 然后我就醒了 干什么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男子这个表情 我觉得 我觉得 路口那就应该 顺便还能带人 对 你们刚刚那种表情动作 真的 好精彩啊 好像 好像那只鬼对我吓到了 不不不不不 那鬼故事 前面还挺像人的 对 前面是很像人 因为前面我一直在烦汗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不是有个画册吗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架子在那 然后我们有时候 就会把一些衣服就晾在那 因为比较方便嘛 嗯 然后就晾在那 所以你说就有衣架 这个就特别的 嗯 对我们平时就真的会拿衣架 在那搞来搞去 对 对 有点害怕啊 我在照镜子啊当时 当时不是啊 是我在看镜子啊 在镜子里面没有我的影子啊 那就只有那个女鬼的 就只有那只手的出现 嗯 还挺漂亮的 你啊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妈 我又起鸡皮疙瘩了 好吧 你们搜一下那个镜子啊 会不会因为对着衣柜的问题啊 不是 哎呀 你要不要查一下风水 但是 但是我发现 你要查一下风水的话 我们中心要拆了 从这 不好意思 笑死了 不好意思 好吧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但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对 那应该 再可怕也是没有很可怕 对 不然不可能不记得 因为我经常会做梦梦的就是 就很清楚记得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一定要记下来 但是很神奇 是都会忘记 你啊 嗯 那我我我经常梦见的就是那种恐怖的 但后来就会变得很搞笑 就一 就是比如说 我梦见就很多 诗 诗啊 那种上司啊什么的 会来追我嘛 然后我就跑跑跑 我没害怕 慢慢怕 又跑不动嘛 嗯 然后突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变成了道士 把他们全部都收了 哇 有时候因为人做的梦是会根据就是自己 那个时候脑子里的那个思维去走的 就比较害怕的人可能就会 继续梦到一些比较恐怖的东西 被追啊 按照意志来说 对 如果好像云泽这些他不太怕的话 他就会根据他自己脑里面的那些 对 东西然后就 我想一想 我有一时候也是梦见自己会被追 但被追完了以后就是 我居然跟那个人成为了friend 郁闷 超好的朋友 是人吗 你确定是人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今天成为了friend 看那个 看那个就是在一些就是文章推送的那些地方 也有看到也是关于说鬼的 反正是说坐地铁 所以我们不能看那个轨道的最尽头 因为很容易会切到他们的那个什么电波 就是就是那个世界的那些东西 然后就有说 呃 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蓝田 就说最好七月份 因为七月份不是我们中国这边都是鬼节嘛 然后就说那个月份最好不要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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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我每次都不是被鬼态 我是被你吓死的 你知道吧 好好玩啊 我脚都麻烈你了 好了 啊 鬼节 鬼节 就是说不能在那个十一点到一点钟 这个时间段 就是去在还在街外面有淡 然后那时候就有三个朋友 他们就是去坐地铁嘛 反正就是在地铁里面发生了一系列状鬼事件 但是 其实文章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太留意 但是它是那种 就是推送文嘛 就感觉应该是 是真的吧 反正这时候 遇到有一个女的 就是他们进去地铁的时候 就是去到 在那个月台那里 等地铁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不太舒服了 就三个人同时 一个想去 就肚子痛 然后一个头晕 一个就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然后地铁来了之后 他们就进去 发现地铁里面没有人 就没什么人 然后在隔壁车柜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男的 一个青年 然后在他们 周围 不是 周围的对面 就有坐着一个女人 然后那些女人 很长的头发 然后带卷的 脸呢特别的灰白 然后涂了一个 很红的红唇 穿着一件 黑色的衣服 一个白色的 不是一个红色的长裙 听过是吧 一双高跟鞋 然后就一直很叮叮的 盯着他们三个人 天啊 然后他们就很害怕嘛 然后 然后他们 那个那个女的 就突然间 就对着他们 哈哈大笑 笑得很大声 但是他们听不见 就他就一系列的动作 在那做 但是他们就 那三个人就听不到 他的那个笑声 然后他就看了一下 隔壁的那个小伙子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就看着那个女人 但是他 哎小姐 他并没有 变化多少啊 并没有任何的那些 就是惊讶的表情 觉得啊 这个女人在干嘛 并没有 就是那个小伙子 他看不到吗 他看见了就看着那个女的 但他没有任何的表情 他估计心里面一直在 就内心活动 其实是因为那个 他后来他觉得应该 那个男的应该也是 那个吧 所以对 他们就不什么 然后后来就笑了 他说笑了 你怎么越说越小啊 你笑了大概一分钟之后 啊我不碰你 我不碰你 一分钟之后 那个 那个 呃 你打乱我都不要讲 我突然间忘记 过了一分钟之后 然后他又做 他又有什么 又做了什么反应来着 我想一想 被你搞了 我真的不记得啊 白癡啊 一直多动症 就是我之前 也是看到一个文章 天涯论坛嘛 啊 我也经常在里面看 对对对 那里面的东西 那种怪兔 确实是很恐怖啦 我看到也是 关于地铁 这是一个女生 是学生嘛 她就是去了 地铁站 发现有一个 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的人 哇 对 一模一样的 也是女生 然后她就 她就见怪不怪嘛 就说啊 可能就是世界上 真的有就是长得相似的人嘛 然后她回家的时候呢 就发现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就她生病啊 然后就比如说 明明她在家 父母会发现她不在家的那种 然后呢她第二天又去了那个地铁站 又看到那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生 然后女生是怎么样的 她就 那女生 就是 跳进了轨道 对 然后死掉了 然后她就 她就开始紧张 不舒服啊 感觉 感觉有一模一样的 跟她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竟然这么死掉 在面前死掉了 她就觉得 特别难受 然后第二天呢 就去了学校上学嘛 她刚刚 她 就是脸色 就印堂发黑嘛 所谓的印堂发黑嘛 然后她就开始 开始感觉 看看这个面相 喂 然后开始就是觉得 她身边有很多声音 就比如说 哎呀 你 你快要 你 接下来下一个 就是你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 她听到铁链的声音嘛 还有过魁的声音嘛 就那些声音 然后他 他就精神恍惚嘛 然后到了 到了那个地铁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这样死掉的人 真的吗 好可怕 你这么一说的话 就想到前段时间 大哥跟朵子出去吃饭 然后给我发了张照片 过来一个女的 长得非常像我 就有个女孩子 长得非常像我 真的呀 对啊 我也听说这个 他发了照片给你说 对他是看那个女生 跟一个男孩子 就在吃饭你知道吗 我当他妈心想 哎呦 赵月这个人还偷偷的 在吃跟别人出去吃饭 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就看 那个女孩子 就是有一些动态 就是那种手 就那种撩下头发呀 扶下脸啊 就觉得这种动作 是绝对不会出现在 赵月身上的 对呀 就很诡异 然后仔细去看的话 就发现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不是我 但是他们把那个照片 给我发过来 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超级像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说 哎 就是我在哪里的时候 拍的照片啊 然后 然后结果他们 就问我说 然后就说 像不像 像不像 也就说 长得跟我很像的一样 就是很可怕 觉得就跟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 对啊 很可怕 就是但 但他说那些行为 他那些行为 是绝对不会出现在 我身上 就那种走路啊 走路姿势啊 什么的 但是也正常的 好像杨阳 跟你长得也 就是 骨骼也是 骨骼很像 这个也是个 这个是个女孩子 很帅 这样一下我 我找一找 我躲自己也在哪 你在大群体照吧 怎么开始 大家都拿起了手机 我想到了直播 安静的我 还有安静的镜头 这画面 没有你们的存在 是大哥给我发 还躲着给我发 那男生晚一些 给我们看吧 因为反正 听口大的人 也看不见 你的照片 先给你看 这张 真的好像哦 好像你哦 是吧 真的好像哦 主要是侧脸很像 简直一毛一样 天哪 但是感觉 这个女的是 整出来了 你们在下巴好尖吗 都可以戳死人的那种 真的很像 你看这个发型 跟我平时的习惯很像 就是这里一柳 然后这里过来 可是我这个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但她的手好像男的呀 不过 你想到什么东西 毛骨送燃 哎呀没有 这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 其实还是挺多的 真的很可怕 比如韩国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鬼故事分享 而且之前在我们家附近 也有一个女孩子 长得跟你很像 就传说中 跟我长得很像 就连我爸都认错的那种 就像到那种程度 你见过她的吗 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女孩子 我住在那里那么久 就一直是我身边的人 一直在见到她 就是我记得 我是小的时候 我去 就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卖手机的地方 我去充话费 然后那个当时 那个老板说 说哎呀 你昨天才充过 今天怎么还来充啊 我说哎呀 我说我第一次来这充啊 哦 他说是不是父亲 有一个女孩子跟你长 他说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妹啊 什么什么的 我说没有啊 他说 昨天有一个女孩子怪 在那里充话费 跟你长得特别特别像 就是你家那边的吗 就我家那边 你要问一下你妈 然后又在 喂 是不是我跟那时候 新的双胞胎 然后被医院给掉包了 这也不知道 然后 不知道 我去买水果 之前买水果的时候也是 然后有人说 哎呀你经常来 等等 我说我才第一次来 他说哎你不是之前 经常来我们家买水果吗 等等怎么样 然后也是问我是不是 有双胞胎姐妹 然后有次我爸下班回家也是 然后过来 遇到了吗 对就遇到了 然后就回来跟我讲 说 说楼下有个女孩子 跟你长得好像啊 他说刚刚过去我还以为是你呢 然后就直接叫他名字 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 就是说就跟我爸说 他认错人了 那主要的问题是 你还没有见过他 对 主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女孩子在那附近 住那么长时间 对啊我刚刚打一个冷战 那感觉超可怕 你说有一个长得 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把你干掉 然后 把你干掉 我那时候前一天 就有想过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经常中二嘛 去看那种恐怖故事 镜面的自己是吧 所以就那种镜面的自己 他就是一直隐藏着 然后找个机会把你干掉 然后带你 我又起鸡皮疙瘩了 那种感觉很可怕 我也是你看 毛都竖起来 果然是晚上 我的电台 不是你说我们平时看那些文章什么的 这些就算了 因为毕竟 他的真实性不一定就是那个吧 但是你 我拉伸在自己身边的这也就能够 但是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 就是 长得像吧 就说不定 我自己看他会觉得不像 说不定那个里面的 就是你手机拍的那个女孩子 刚好就是你家隔壁那个里 其实就同一个人 他刚好来上海干什么 人家不能来上海工作 在附近干什么 跟踪啊 我要报警了 那我们如果不分享了吧 我觉得再分享 好害怕 我自己说 分享了 粉丝们要关了 好吧 那我们要不要来玩个游戏啊 就是捉弄一下我们队里的 大家听48应该都已经知道 有这个环节 我们需要跟队里的 要不我们 我们这一次找一下队里的小鲜肉吧 好 对啊 七七谁 这么快找七七啊 五六都跳过了 那七七找谁 那你说小 小鲜肉有很多啊 现在 我觉得除了我们是老 辣肉之外 谁比较好骗啊 都还行吧 小妹妹 都挺那个的 要不找一个跟我名字相似的 刘橘子啊 哎呀 努力居然微信找我 要不要找努力啊 但是努力不行 努力中 老油条骗不了 老油条骗不了的 感觉你刚刚在骂台 努力很聪明的 对 他肯定会识破的 努力不行 那我们 现在才看到他发给我的 我告诉你 一般这种骗人 都要 就是那种唬人 就一定要自己很生气 然后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是吧 然后你跟其他人 还在旁边那种穿筒 就说 然后就说 哎呀 你别生气 怎么怎么样 要不找 等一下找刘橘子怎么样 因为橘子名字跟我 那个 对啊 你就小心点说 说你 说你为什么叫橘子啊 你不知道这里有个橙子吗 你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 你凭什么叫橘子 橘子十分钟之内给我下来 对 下来干嘛 你知道你做出了什么事情吗 给我老实交代 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你昨天做了什么吗 你给我下来 快点 哪一个 十分钟 他如果说前辈我做了什么呀 什么之类的 怎么办 你下来再说 对 你下来再说吧 我们声音出来的有几个人 都在吗 对 我们三个都在 好 先打通了 我是合适的 我是合适的 先先说一下台词 对对对 我是合适的 随你身凶 随你身凶 然后你就 我没有很激动 你说你俩别这么激动 说什么 对对 你就别那么激动 别生气 然后你就说 哎呀快下来吧 怎么样 就那种 那那我 我失态很严重了 就那种 我现在要开始 进入情绪 进入情绪中 那那我 我怎么那个 我演你 你你你你发 然后给赵岳 然后你你很生气的抢过来 或者是你 你给人家先发个微信 说你惹大事了 就怎么样 然后我就马上 给他打过去 所以说 你就说 等一下 赵岳前面找你 别慌了 你就慢慢说 慢慢跟他好好说 那现在是你生气 还是我生气 那随便 那我生气也好 你生气也好 你生气的点 你们两个都生气 就让他不知道 他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那种生气 但我也好想 熊开一下 好坏 我也想熊一下 感觉会很刺激 来来来 你一定要装相一点 什么意思 我演技也是很了不起的 不是要先发 发个不发个 不不不 直接直接打电话吧 重点是我都 不知道他接不接 喂 刘橘子 你怎么这么久接电话 啊 怎么了 你搞什么呀 你知道你昨天干什么了吗 真的很生气 怎么了前辈 你也知道我们是前辈哦 好了好了 你别吵 你别吵 这是应该说他的好吗 你也知道我们是前辈哦 前辈怎么了 还有哦 刘橘子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我叫橙子吗 知道了 啊 算了 你十分钟之后下来吧 我找你 我们找你有事情说 赶紧下来吧 你赶紧 你知道我叫橘子 不是 怎么了前辈 你赶紧下来吧 赶紧下来吧 我拖住他们 你赶紧下来吧 好 我马上下来 我马上下来 你知道我叫橘子 哎呀 我叫什么来着 我叫橙子 你知道我叫橙子 你干嘛还要叫橘子 你赶紧下来 你赶紧下来 好了好了好了 然后你昨天到底做了什么 你自己说 你是这么对前辈的吗 哎呀 赵玥很生气 他现在 你赶紧下来吧 我先不说了 赶紧下来 赶紧下来 啊 没有 不好意思 你说不好意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 在哪里了没有 嗯 嗯 我会反省的 那你反省什么 你得告诉我呀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别说话好不好 我们在解决问题呢 都气死了快 你赶紧下来吧 橘子赶紧赶紧 马上下来吧 啊 好好 我现在穿衣服下来 你下来哪里啊 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下来 你说你下来哪里啊 啊 橘子你到底怎么了 很生气啊 你自己被别人说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 那你跟我说 你反省什么东西 叫你下来 你又不知道去哪里 那你下来你去哪里 你赶紧下来 跟跟橙子解释一下吧 啊 橘子你们在食堂吗 我们就在那个大门口 嗯 楼下去 啊 好 好 我们马上下来 好好好 赶紧下来哦 啊 好 不好意思前辈 哎哟 我真的不行 你真的吓 你吓我什么 你吓我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把自己喊 极臣怎么办 啊 丢脸 啊 不能办 他等下来了怎么办 可是重点是他也不问什么事情 就一直道歉 对啊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对对对对 不管什么事情 别人兄你 你先得告诉我什么事情 然后他害怕吗 对你下来你要告诉我去哪 主要是你一上来就说他害怕吗 我真的说忍不住怎么办 赵月啊 怎么办 等下下来怎么办 我们spice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主要是我先在外面等他下来 然后把他领下来 你到这里来 然后你们就开始spice 对啊 祝你生日快乐 努力说 你录完东西 上来帮忙 帮我拿一下水果 我生病的一种离开床 就会死的病 不然以等一下人家真的 就很累在床上 被我们莫名搞下来 不太好啊 我们以上做的所有事情 要追究责任的话 就请找公司口袋48的 门口那个姐姐 大姐姐 她说的让我们转留橘子下来 对 一切给我们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唱声音歌吗 还是唱啥 公司你复活 啊 橘子已经知道了 她说前辈你们在录音吗 讨厌 我就说吧 我就说之前我在大群里面发个问号 他们什么都说了 哎 被橘子发现了 算了 拉橘子一起下来玩吧 哎呀无聊死 一起一休 重点是我真的忍不住 没来是吗 她居然不来 那这前辈真的感冒 再打电话过去 没有我说这前辈真的感冒 这是什么鬼 这后辈真的感冒 居然不来 她应该来的 可能要穿衣服 你说问她说是不是录音 她说就在录音室 你赶紧过来 她说前辈你们在录音吗 过来 过来解释 啥都别说过来解释 她跟谁一个房间 不知道应该都是 跟那些 我估计她肯定就一见慌张 说问室友 然后问室友说 她说我帮你想想 你现在干了什么 然后一看群 不是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我觉得橘子 还是算比较冷静的那些人 她没有特别慌张 你不发现 她前面一直都在问 这怎么了 什么什么 也没有像有一些小鲜肉 就是特别害怕 就不要怎么办 然后就忽掉了那些 应该不会有忽掉的吧 会有的 你没有你没有找到那些 比如说 你的特别是你的那些小迷妹 你要是这么熊 小迷妹 她肯定就要哭了 周月姐姐骂我 对 我老公现在骂我 这死鬼怎么骂我啊 所以橘子还是算比较 就是比较淡定的那种 虽然还是不知道自己错了什么 先道歉再说 对 但还是还是挺好的 对 怎么没下来呢 重点是我们也没想到 什么事情污蔑人家 对啊 我就直接说 想想你直接错了什么 我也一直在问她 就让她错不知道在哪里 对啊 怎么这么久不下来 好无聊啊 等她 不应该是很着急的下来吗 看来老油条 这个不得了 我主要是 就是那个群里面那个 就是让我们去录音 是吧 对啊 不叫我们三个人下来录音 就一下子别人一看 不是我觉得重点是因为 我们平时也不会这样子 就很反常 都是温柔的人 对 都不会这样 都是温柔的人 然后她 昨天我做错啥了 她就不下来 就在这里说 哎呀 直接打电话过去 让赵又讲 还来啊 还来哦 再来会不会 尴尬 你是不下来 你是不下来 那你不下来 你就是承认你错了是吧 口袋48的 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 成功的话是让她下来吗 还是怎样 没有这个吧 她只想说一下 有这种规定吗 都可以 那就先不管 那我们继续录 这样会不会她过客 人家一直心里压着事儿 我看她发 发这种表情 还一直这样 我觉得她应该不是太害怕 她应该知道 因为听48的 应该都知道 有这个 对啊 而且中间 你在那橘子 橙子叫错的时候 而且笑场了 有没有 我真的 我自己都搞混的 我是橙子 我只要她说 我自己一次 为什么会 太紧张了 而且一般 其实像这种打电话 都是那种 就是会单独打 像我们三个人 对 刚好又是名单上的 对又是名单上的人 那 回去 我们待会跟她解释一下 嗯 行 那我们现在 接近尾声的耶 我的手机 给你呢 哦 我们还要推荐个歌曲 你们有什么歌曲 想要推荐的 我们一边放一边说吧 可以这样的 好 应该可以吧 可以放歌吗 耶 我其实有很多 好好听的歌 想分享给大家 是吧 我也是 比如 但是我要分享的歌 这什么广告啊 我之前那个的时候 然后等一下 她后期逼 以为谁说了什么 对 把我整句话都给逼掉 不要以为别人 哇 你说了一句 什么 歌 当 我最近 最 我好像我蛮喜欢听那种 比较励志的歌 跟你一起来请 歌 红日啊 哈哈哈哈 红日是一首 比较 还行 红日也还行 橘子还在发东西给我 她就是不下来是吧 对啊 我推荐一下张国荣的歌吧 因为之前在那个101动感DJ那里不能推荐张国荣的 因为因为已经他发的那些装集已经有一定的时间了嘛 所以可能不会那个就不能说那首 那在这里就想介绍一首 但是哥哥好多歌我都想推荐的 我也 对啊 找一首你最喜欢的 没有最喜欢的都喜欢 找一首你经常听的 都经常听 那你全部推荐吧 全放了一遍下来 嗯 我来放一首张国荣的左右手啊 嗯嗯 左右手 感觉 你们 你 但是粤语的 嗯嗯 哎呦我真的好想她的歌 为什么喜欢 因为我觉得她每次唱歌都 就那种情绪都能特别唱到别人的心里 哎哭了哭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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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左右手是很重要的 对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特别喜欢张国荣的歌呢 嗯 赵月呢你想推荐什么歌啊 我原来推荐的是跟这种反抗像 非常嗨 来吧 嗯 嗯 嗯 先推荐rap好了 我该去推荐 嗯 啊 技能有这么多 下一个要推荐歌了吗 嗯 找好了吗 等一下我再找一找 好厉害 好厉害 哦 推荐新歌 算了 跟这推荐对格好了 可以哦 就是我们新公园的歌曲我都挺喜欢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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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好安静我在听歌啊 什么鬼 我在寻找 我特别还有喜欢这个西段 像我相比下来我的歌单真是吵闹的 来吧 我喜欢 吵闹的歌单 OK了吗 我想这个之前我有放过 那我就放个新的 你们就推荐一首 喜欢的就可以了 不用最喜欢的 嗯 都安静的在听歌了 那我只能推荐极乐净土的 来吧 你要推荐吗 那极乐净土太 嗯 好来 到赵月你想要推荐的一首歌 嗯 那我就推荐一个 嗯 最近一个 也不是新 是新出的一个团吧 嗯 这个NCT Dream 一群小朋友 好像有听过 这首歌 就感觉听上去青春活力 赶紧放吧 谁啥都别说了 很青春活力 就喜欢纯纯的 好漂亮喔 跳起来 嘿 耶 Come on 继续来 坚持住 你不要给他配这种很恶心的樱桶啊 跳起来 拍起来 我以前请问这首歌是讲什么的样子 就是长着那种 少年 然后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感觉吧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喂 来了 哈哈哈哈 起来吧小鸡子 你搞什么还没开门 哈哈 你搞什么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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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吓 哎呀 我看不出来你吓死也怎么办 没有我一开始真的吓死了 然后我差点眼泪掉出来一张 我一接电话我还想前面叫我去吃火锅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很淡定啊 就一点不欢不满 那到底什么事情啊前辈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一直在回忆到底什么事情 然后我想到我看到群里面 你们说要下来录音 哈哈哈哈 而且你怎么认识这种 我曾经十分住了 我刚刚也在想到这个bug 后来就反应过来了 有bug 就是姐姐在群里面叫我们录音了 一看这三个人配置 对 重点是我们刚才三个人都在 对不对 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我一开始真的吓到了 然后然后我就愣住了 我刚刚正在看昨天晚上的回望呢 然后本来特别嗨你这样 然后突然一下 然后然后整个脸都都发烂 讲掉 我再回想 我昨天到底干了什么 哈哈 我在想我没有做到什么事情啊 嗯 有没有是没见过我们这么凶啊 对 平时都这么温柔的小蠢子 对 然后我而且从前面没有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想哎 有电话 那叫我出去吃火锅吗 看来吃火锅是我们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拿来解决的 对 一顿不行两顿 所以前面你演技太好了 是吗 我途中有笑场 对 然后我就反应过来 果然啊 果然 你这个bug 对 你竟然说错台词了 不是我搞混了 我 他在那里笑我们都差一点想来吧 还这样给他敲我 真的是我说第二次我还错 对啊 对啊 简直是丢脸 还像了吗 橘子橙子 都是那一类的东西 他又搞你还问他 他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取啊 我哭 你有这么说吗 他有说的一块 都找哪啊 你换一个问题 我还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你想这个问题 那你明显整骨啊 真的是 哎呦 我真的是要把你扔出去 不开心 有bug bug 不开心 强大的bug 不行我下一次要玩个厉害的 你现在要玩什么厉害的呀 等我回去构思一下 不是你买弄雪姜 然后我就派人家门 成为了捅我 你把刀插在后背后 外圣前已经过满 这样子引起轰断了吧 开门快开门快快快救我 然后你这个门口很狡辑的敲门 不是而且我要用那种很势力的眼神盯着他 你敢开门呢 我们还要在旁边配合呢 对啊 配合说我们已经被捅了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好害怕啊 这我不可以玩 心灵扭曲的东西我觉得很困难 但也还好 也没说是那种鬼突然跳出来 这是属于心灵扭曲 你不觉得人有时候比鬼还恐怖吗 那心灵扭曲是比鬼还要恐怖的 刚刚没事吧 其实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不要放心上 不要放心上 我们都是温柔 但是你下来的速度也太慢了 没有我回来 你穿个衣服要10分钟了 我后来反应过来 然后我就问你们在录音吗 我不是叫你下来再说吗 然后你给我回复那个 让我真的以为我做错了什么 你知道吗 不要再犹豫下不下去 你怕我们打你啊 怕我们打你啊 怕我们打你啊 不敢下来 太恐怖了 幸可你没有找叶总说 或者找助理 对啊 莫名到时候 叶总 前辈微信 叶总发给我 发个微信 你交易过来一下 我到时候也懵 叶总还要跟我说 人家叫刘橘子怎么 你一个橙子才很莫名其妙 他就真的是尴尬到要死掉 对啊 对我们在录 已经到最后了 对我们在推荐 推荐歌了 你也推荐一首歌吧 对 橙子要不 什么类型 我都说不说错的 我可能也是橙子橘子 他就是橘子 我说不清楚了 橘子要不也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 嗯 啊大家好 我是SH4TI TeamMount2的刘橘子 大家可以叫我橘子 哈哈哈 这边橙子有点不开心 我是橙子 橙子有点不开心 补充微酸酥西 每天都可以吃橙子 再来一个橘子也行 好吧 你有没有什么给药推荐的 什么类型的歌 什么类型都可以 什么类型的歌 晚上听的这个 晚上听的啊 啊这晚上听的我刚刚放那么嗨 是不是很不太好 我们刚刚都已经很嗨了 人家已经快要睡了 一惊一惨 一惊一惊 人家快睡着了 然后突然这样啊 然后又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吓死 我跟你说 我们就在学校学表演 就是要学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各种笑声 我一般都是电台 啊啊啊啊啊 就那种很缓慢 就很都市情感生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 刘菊子 啊 我应该叫陈陈子 嗯 陈陈子刘菊子 可怕 那首歌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反正那首歌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听这首歌太洗脑了 那首歌挺突然的来的 我觉得很很很洗脑 很洗脑知道 就总给我一种京剧的感觉 很魔性的 而且那个副歌那动作也是 就先一个人做 然后另一个人做 其实我们都很抗拒的 修颜色修什么 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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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真的好笑 像不像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真的好像这个歌 哪个名字呢 有没有什么歌 就刚刚那首啊 就我刚刚哼的那首啊 请问他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你让人家怎么听的 老司机啊 我来搜一下给你我 对对对对对 这种是网络曲吗 对 超好笑的 格斯特特模型 老司机 带带我 接下来我们进入老司机吧 好 我就好像叫老司机带带我哦 哦 哇 不知不觉已经到晚上快 家家 接近多少点了 现在 对我马上就要上台表演了 对 请大家密切关注 天猫生十一活动 哇 一波广告 分身 这是我的分身 等下录完这个节目 我就要邦一下不见了 为什么他播放不了咧 这里信号 哦 对我放的歌都是 不过我也是现找的呀 刚刚 那反正大家回去 怪我咯 大家回去听老司机就对了 这是女子推荐给你们 老司机带带我 然后刚刚赵月推荐的歌 橘子推荐了他们的show time 对 show time 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没有啦 没有啦 就要结束了 快放赵月回去吧 对啊 我的查克拉又不够了 你撑了这么长时间 那 我们这一期的赛纳河畔夜谈到现在又差不多要结束了 耶 在最后 祝大家今晚睡个好梦 把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鬼故事也都忘掉吧 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完美的 你这是让大家回忆起我们刚刚刚在讲的是什么吧 最后还是你 只要不做亏心事 其实真的就算遇见人家也不会害你了 对啊 所以说不要做亏心事哦 对 做一个好人 那 好啦 本期的赛纳河夜谈就到这里啦 每周五晚上10点锁定口袋48APP 我们不见不散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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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